这是神秘洪荒秘境的缘故吗? 还只是这几家禁地的缘故? 秦辰皱着眉,或许啊,这个答案只有等他离开秘境,看看天雷能够降下来之后才能知晓了。 但是,不管如何,突破九天五地之后,他的实力都强大太多了。 几家禁地的紫色灵液还真的是逆天。 若非是这紫色灵液,秦辰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突破九天五地。 不知道如月怎么样? 秦辰的脸上浮现起了一抹微笑,他转过头,脸却一下子红了。 因为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具赤裸的身体,充满着无尽诱惑的曼妙身体。 此刻的姬如月一丝不夸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乳血的白色肌肤,以及那幼死人的不韦,让秦辰浑身生出了一种欲望的火焰。 秦辰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尴尬无比。 此刻的他,全身也是同样一丝不惯。 衣衫呢,草就在第一时间已经被那紫色湖泊给融化掉了。 变过头去,秦辰不敢再看姬如月的身体,他怕自己会忍耐不住。 虽然他的意志十分坚定,但是姬如月实在是太诱惑了。 突破之后,整个人更加神圣圣洁,如同九天仙子降临一般。 如此一个绝色的美女赤裸地悬浮在那儿,他自己同样也是赤裸的。 这个时候,心颤的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 心神一动,两套衣服出现,还好他储物戒指中备有不少衣物。 自己穿上了一套武袍,随即秦辰走向了姬如月,将衣衫披在他的身上。 这才敢将目光转过来,看向了姬如月。 然而,此时此刻,秦辰看到了一双明媚的双眸正好张开,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四目相对,秦辰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尴尬无比啊。 姬如月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随即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瞬间,脸色变得无比的通红,连耳根都红透了。 我,我不是故意的。 秦辰尴尬地说道,看了一眼姬如月通红的脸颊,如熟透的苹果,水嫩晶莹,动人心魄。 姬如月轻嗡了一声,随即将披在身上的衣衫穿上,将字节曼妙的身躯给遮挡住。 每一个动作都足以让男人疯狂。 而后,姬如月低头看向紫色的湖泊。 此刻的湖泊平静了很多,但是依旧在涌动着,姬如月身形莫名地往下方落了过去。 如月,清晨一愣,如月这是要做什么呀? 这湖底,好像有东西。 只见姬如月停在了紫色的湖泊之上,睁睁地看着这湖泊,右手轻轻地抵在了湖面之上。 突然,一道紫色的流光从湖泊之中目地冲出,一下子进入了姬如月的手掌之心。 姬如月嘀呼一声,那是一枚紫色的晶石,散发出大道气息,一瞬间烙印在了姬如月的掌心中,然后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姬如月的眉心处,一道紫色的符纹出现,一瞬间,姬如月的气息变得无比的高贵,如同高高在上的神女。 在那紫色晶石进入姬如月身体之后,原本不断地涌动的湖泊,也瞬间地变得平静下来。 虽然剩下来的灵意依旧是散发着惊人的气息,可是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失去了灵性一般。 如月, 你怎么样了? 秦晨身形一晃,焦急地来到了姬如月的身边。 我没事。 姬如月摇头, 呢喃他。 刚才好像就是这东西在召唤我。 这东西, 秦晨手摸上姬如月的眉心,顿时一股浩荡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气息甚至让秦晨能有些心境,如同蝼蚁在仰望神龙一般。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秦晨男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能感觉, 这东西似乎就是我积家境地中灵液湖的来源。 秦晨月低声道, 秦晨吃了一惊。 你的意思是, 这紫色湖泊就是这个紫色晶石诞生出来的? 此念一出, 秦晨顿时一正, 这并非没可能。 便如当初在古鱼界中的空间池一样, 其实整片空间池都是由一颗蕴含着无尽空间之力的空间蜘蛛所诞生的。 而这禁地灵池也是一样的, 否则无数年来, 即便是这湖泊中的灵液再多, 恐怕也已经被秦晨给耗光了, 不可能从远古到现在, 源源不绝地提供到现在啊。 咦, 我和乾坤造化玉碟的感应又回来了。 这时的秦晨再一次感应到了乾坤造化玉碟, 而在他感应到乾坤造化玉碟的时候, 老袁的声音也随之传出来。 秦晨小子, 你竟然突破五地了, 先前发生什么事了? 之前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屏蔽了乾坤造化玉碟和外界的感应, 导致老袁有些紧张。 现在, 重新感受到外界之后, 老袁顿时被秦晨的修为给惊呆了。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秦晨苦笑,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这…… 老袁震撼。 你是说你看到了我一抹大路的事儿? 不可能啊, 你所说的那些强者老袁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呀, 我义魔族中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啊, 那…… 那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秦晨皱眉, 他敢肯定, 自己看到的那些人绝对是义魔族人, 这他不会认错的, 但是老袁乃是义魔族远古的元寿, 说到自然也不可能有假。 不过了, 先看看食物中到底有什么吧。 秦晨不再浪费时间, 手一抬, 顿时剩下的诸多紫色灵液, 被他瞬间全部摄入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中, 化作了一方池塘。 如月, 坐, 我们去前面看看。 秦晨对着姬如月说道, 姬如月点头, 两个人顿时一同飞向了食物所在, 因为先前的场景, 姬如月到现在还有些羞涩呢, 脸颊红红的, 不敢和秦晨对视。 然后, 两个人在湖泊的对岸的石屋停了下来。 这石屋, 看上去年代并不久远。 秦晨惊讶, 本来他以为这石屋应该是极佳禁地中远古所残留下来的, 可现在却发现, 这里的石凳和石桌, 顶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像是刚刚建造了没多久一般。 几百年的历史, 对普通人而言, 那是极为漫长的一段时间, 而对于顶级强者而言, 却并不算什么。 走入石屋, 整个石屋十分的朴素, 里面很简烈, 像是随意堆砌而成的, 只是在石屋中间的石桌上有着一块玉剑。 秦晨目光一闪, 连来到玉剑前, 可突然, 一道禁止出现了, 将它拦在了外面。 这禁止十分的可怕, 若是没突破前, 秦晨或许还很难窥探出端倪, 但是, 此刻他已经突破到九天五地境界了, 灵魂力也是得到了惊人的提升, 一眼便看出, 这禁止竟然和外界的天咒生死轮转禁止, 以及道山的禁止布置手法十分类似。 这是, 姬无雪的寿病。 秦晨沉声道, 整个石屋历史并不长, 难道是当年姬无雪在这里生存过一段时间吗? 他爷爷。 姬如月也是微微景仰。 这是一个血脉禁止, 如月, 你来吧。 秦晨将身体让开, 虽然现在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尝试破开禁止, 但是, 面对老朋友的禁止, 秦晨自然是不会去强行破除的。 这对老朋友来说是一种不尊重。 如月走上前, 右手轻轻地抵在那禁止上, 禁止微微一闪便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种血脉禁止, 检测触碰者的血脉, 来验证是否为姬家弟子。 而后, 姬如月触碰到了桌子上的那块玉剑, 嗡的一下, 只见那只玉剑竖得亮了起来, 而后, 一道光影在石屋中出现了。 这是一个卓尔不群的男子, 一袭白衣, 身形修长, 高贵如雅。 吴雪兄。 秦晨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这白衣男子正是姬吴雪。 吴雪兄? 姬如月疑惑地看着秦晨。 秦晨对太爷爷的称呼也太古怪了吧, 而且太爷爷的模样连自己都不知道, 秦晨怎么会知道的? 那个疑惑只是微微一闪, 那光影已经开口了。 游元人, 既然你能破开老夫的禁止, 说明你是我姬吴雪的嫡系子弟, 并且不曾被人夺舍, 而且修为也突破了九天五地。 一个浑厚又充满磁性的声音在石屋中缓缓响起。 而假如你触动了老夫的御前, 这也就说明老夫已然死了。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如今姬家当家的应该是极无法吧。 那声音温和, 却是透着直透人心的力量, 同时吃笑一声。 此地乃是我姬家先祖流传千万年的, 专门留给姬家后人的宝地, 老夫自不能让他落入某些穷凶极恶之徒人寿中。 姬吴雪的语气, 蕴含着浓郁的杀意。 或许你家族中听到过老夫的一些事情, 或许家族已经将我丑化成了破坏家族, 背叛家族的恶人。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姬吴雪一心忠于家族, 忠于天舞大陆, 而真正背叛家族的, 是那姬吴法。 这一切说来话长了, 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其实这一切啊, 还得从我这好友秦晨说起。 秦晨? 姬如月一正, 转个头看了一眼, 秦晨也是瞳孔一缩, 这件事和自习有关。 他摸了摸鼻子, 对着姬如月善善解释道, 你太爷爷说的秦晨, 应该是三百年前武裕的破城武皇秦晨。 传闻你太爷爷和当年的破城武皇关系不错。 是吗? 姬如月疑惑, 他突然想起来, 当初在古鱼界空间时, 秦晨和轩云帝国的弟子风少羽交手的时候, 就曾失声说过秦晨是什么破城武皇。 这里面有什么联系吗? 姬如月看了秦晨一眼, 只见秦晨并没有继续解释, 于是就没多问。 他无条件地相信秦晨, 如果秦晨真和那什么破城武皇有什么关系, 既然秦晨不愿意说, 那么自有他的原因, 姬如月也不想过去追问。 秦晨见状松了一口气, 如果姬如月真的追问他, 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他不告诉姬如月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并非是有意欺瞒, 而是有些事情, 少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安全。 秦晨不想如月参与到自己的前世恩怨中, 因为啊,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到时机成熟了, 秦晨自然会将一切告诉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而这时, 姬如月已然在缓缓地讲述着这一切了。 秦晨也将姬红尘放了出来。 姬如月乃是姬红尘的长辈, 而且姬红尘并未被一魔族人夺舍, 自然也有知晓一切的权利。 吴雪爷爷? 姬红尘惊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捂住了嘴。 预见中记载了姬如月当初所做的一切原因。 原来, 当年姬如雪进入到险地搜索着戎稻草, 出来之后便得知了好友秦晨失踪的消息, 十分的震惊。 第一时间赶往了飘渺宫, 追查秦晨的下落。 从上官汐儿的口中, 他得知秦晨是因为去死亡峡谷解救风少羽, 这才被困死亡峡谷, 生死不知。 而因为此事, 还导致了上官汐儿和风少羽直接闹翻。 两个人极其的敌视, 彼此不相往来。 在询问过上官汐儿之后, 姬红雪一心想去死亡峡谷解救秦晨, 于是, 又前去询问风少羽事情的经过。 风少羽自然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而就在姬红雪准备离去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风少羽的身上隐约感知到了一丝上官汐儿的气息。 这令他疑惑万分。 他得到消息, 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 风少羽和上官汐儿闹翻之后, 两个人不相往来, 在风少羽的身上又怎么会有上官汐儿的气息呢? 而且, 这种气息必须是在最近见面, 而且十分贴近的情况下才能残留下来。 这让姬红雪的心中诞生了第一个疑惑。 但是, 他当时没有声响, 第一时间就赶往了死亡峡谷。 利用他独特的手法, 的确是发现了秦晨出现过这里的痕迹。 并且可以断定, 秦晨的确是在死亡峡谷出的意外。